去年在四川吃到一碗地道的鸡丝凉面 心里一直念念不忘 今天我就把改良后的家常版做法分享给你们 面条下锅烫熟之后先用凉水泡一下备用 肉的话用鸡胸肉会好一些哦 烫熟后用手撕成条状就可以了 为了营养更加均衡一些 我们建议加入胡萝卜丝和青瓜丝 酱汁是鸡丝面的灵魂 大家要认真看哦 碗里放入辣椒面 姜末 蒜末和葱花 再浇上热油 随着滋滋的热油声 辣椒和蒜末的香气 飘满了整个厨房 接着再放两勺酱油 两勺陈醋 半勺蚝油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最后啊 把酱汁浇在面上 家里有芝麻的可以再撒些芝麻 真的很香 做的时候啊 差点忍不住偷吃了 这碗鸡丝凉面啊 酸辣可口 盐盐的夏日来上一口 相当过瘾 而且啊 非常饱腹哦 我是鸭枣枣 我会分享更多的养生健康早餐 欢迎关注我哦